原林市过沟排水多功能调解制洪池兴建工程 17日举行开工动土典礼 完工后将能改善当地淹水清洗 不但调解台风豪雨期间水量 更为市民增添都市公园绿地 及提供民众与大自然共处及清水修气等空间 那自宫池一个周围有650公尺 那大雨来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蓄水 消了以后我们把它抽干 变成这样的一个多功能的 那地底下是一个草皮 我们可以在这里露营野餐放风筝或者是办音乐会 那平常我们可以做这个百姓运动场域的空间 那音乐会或者是市民的一个集会 最高可以容纳5000人的这样的一个规模 所以这样的一个公文盖了以后 我们会在明年的106年年底能够来启用 那我们园林市就多了一个中央公园 作为我们市民游趣或者是办集会的一个很好的场所 我在这里也用这个机会 再次感谢我们威县长 可以趕快来冬港 趕快来完港 首先就让我们更多人 有5千人 休息中间多功能的运动中心 包括制宏池的调节功能 都能够在我们园林市来趕快完成 园林市山多里过沟制宏池 未来在遇到好雨时 可以及时发挥蓄洪功能 有效缓解当地淹水的情形 改善居民安全 也为园林市展现全新市容 公益频道许为珍 园林采访报道